嘿小伙伴们 带大家的 来做一期我如何从110斤减到90斤切 稳定体重这么多年的心得 穿子线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对了 我是有NASM健身教练资格证的 所以对于饮食健康这课 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首先说一下自身情况 我身高1米6 骨架属于小的 从手腕这里能看出来 同身高的人 齿饶宽度宽一些 骨架大 窄一些 骨架小 我也属于小基数减重 大家各地情况不一样 所以仅做参考 大学和研究生阶段 是我最重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暴雨暴食的习惯 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调是一种心理状态 用吃来填补压力和无聊 吃胖了觉得愧疚 然后结实减肥 坚持不住了 崩溃了 然后又狂吃 然后又愧疚 又结实 就陷入死循环 然而我接触到健身 并了解到负重训练 会比单纯的有氧运动 更有效的减重 因为负重训练会增加瘦体重 也就是肌肉的含量 同时减少体脂 来改变身体成分 从而加速机体的新陈代谢 达到减肥的目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新陈代谢 因为 一 负重训练之后 48小时身体还在持续地染脂 二 同样体重的人 肌肉含量高的 新陈代谢也快 吃而不胖 这只喵喵也出来徒步嘛 头也不抬得吃草的胖羊羊 所以我开始了 减脂塑形之路 先力量训练再有氧 先耗尽糖原 再开始消耗身体的脂肪 我一般是举铁一个小时 让有氧半个小时 或者举铁的后两组 换成小重量的耐力型动作 慢慢的六个月减了二十斤 感觉就是身体状态变得轻盈 然后肉肉紧实了 也出现了肌肉线条 有些女生怕练壮 其实女性身体里的雄性激素很低 根本练不成金刚八笔 变大笔减脂要难很多 没有专业训练根本达不到 况且咱看奥运选手 多有力量美啊 是吧 我想说一下HIT 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 在很短的时间内 让你保持80%到95%的最大心率 减脂效果优秀 但是我不建议普通人去做 因为它的运动能力 心肺这块要求很高 HIT诞生之初 是对运动员提升体能来设计的 普通人突然去做会觉得身体不适 我也练过一小段时间HIT 但是后来不做了 因为我每次开始之前 就像要上战场一样 做一下心理建设 不是主动想去做的 违背意愿去做的事情 坚持不了太久 挪威这个天阴晴不定的 刚还阳光 这把游云一会儿说不定的游雨 就是这边的天 像总会有云彩 没有万里无云的情况 就说那么一小朵荷花 也很别致 饮食上我习惯每天吃两顿 早午餐和晚餐 可以归为间歇性断食吧 每天吃东西的时间 控制在8到10小时的窗口 不进食的时间是14到16小时 因为消化系统 包括身体的任何器官 都需要休息和修复的时间 此时当细胞耗尽 它能快速获得的糖类能源储存时 身体就开始将脂肪转化为能量 这个叫代谢转换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肚子空微微饿 但不至于很饿 那这个清断食状态呢 还能抑制炎症 以及稳定血压 血脂水平吧 就是激发身体抗炎 自我修复的机制 那我个人建议是底层逻辑 无论你是几顿 是8分宝还是全宝 你一定要有空腹的时间段 给身体清断食的机会 清断食的阶段 身体的确在燃烧脂肪 那如果不减脂的话 清断食也可以给身体调节修复的机会 以及避免慢性病 我减到两根长长的大鹅羽毛 然后我想破解一个迷思 就是减肥就要少吃脂肪 不是这样的 吃的脂肪不直接转化为脂肪 适量的脂肪可以增加饱腹感 并延长消化时间是有益的 我认为无质食品反而是营养不均衡的 我的建议是主要控制高升糖指数的碳水别吃多 比如糖果 蛋糕 饮料 精细碳水 对了 要回看配料表 配料表的顺序是成分从高到低 比如饮料 第一个配料写的糖 我是不会去拿的 像这个是97%的果汁和3%的果肉 它比较天然 而且含果肉纤维 减缓血糖骤生 饮食的种类不需要苛刻的限制 但多吃天然食品 少吃深加工食品 这我认为是一条竹子 梅子过季了 但是还找到了一个 除了运动饮食呢 充足的睡眠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也很重要 另外 每天要排便 因为畅通的消化系统对于健康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总结一下 我通过具体来减脂塑形 减重20斤 并保持间接性断食的习惯 我也偶尔吃零食和夜宵 但不过量 主要以天然食品为主 然后时而保持空腹感 我腿呢 去年摔伤 膝盖做了手术之后就没去健身房 现在主要是徒步和跑步 不过目前好多了 能做Istugra Squat 虽然体重没变 但我能感觉到肉肉没有举起的时候紧实 我之后会考虑重回健身房 那这次不以减重为目的 人到30岁之后 力量训练对于肌肉和骨骼密度的保持 能延缓衰老 OK 希望大家健康 不要执着于体重 而是有力量的状态和轻盈活力的感觉 他不想去看 我也是有力量的状态和轻盈活力的感觉 我摇须是个人的状态和脸颈活力的感觉